欢迎收看李小龙实战 这是李小龙在1967年在美国加州长提参加的一个擂台比赛 这是一个非常稀有的影片 这个影片是一个李小龙美国粉丝会的会员寄给我们的 原来的版本是录像带 我们也尽所能的把这个影片还原 影片中我们看到了李小龙和他的对手都戴上了护具 这是因为60年代美国加州的法律不允许任何没有戴护具的对打比赛 尽管双方都戴上了护具 任何一个李小龙迷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哪一个是李小龙 因为李小龙在这个对打中引用了咏春拳 也用了他创造的截拳道 这个慢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对手一出拳 李小龙就截住了 截拳同时他也发出了攻击 几秒钟就将对方打倒在地上 在这个稀有的影片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真正的截拳道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手一出脚 李小龙以非常快的速度闪过 然后初级将对手再次打倒在地 李小龙所创的截拳道融合全世界各国武术 截拳道以咏春拳、拳击、柔道、极剑作为体系 以中国道家思想为主创立的实战格斗体系构想 简单来说 截拳道融合世界各种武术精华的全方位自由国基数 而这个截拳道是李小龙在1967年在美国所创的 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对现代的MMA也就是mixed martial arts 中文叫综合格斗技或是混合格斗技有任何的概念 可是今天却有一些人在这个频道中留言说 李小龙不敌现代的MMA冠军 李小龙早在52年前就已经创造截拳道 截拳道提倡国基的高度自由 他的本性是抛弃传统形式,忠诚地表达自我 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 最大的特点是注重于实用和实战 在对手攻击的时候 凭借快速有力的进攻压制对手,先法制人 而这几年流行的MMA更是遵从李小龙为第一先驱者 看完这个影片你认为李小龙的实战能力如何呢? 你认为如果李小龙与现代的MMA冠军来一场 结果会是怎样呢? 欢迎下方留言你的看法